如果大家看看各项策略投资 美团持股近两成 其实很多 总值超过2300亿 价值最高 其次是快手和阅民 投资总值分别是超过560亿和300亿 还有BillyBilly 挨近170亿 众安大约40亿 是否有机会 像刚才所说成熟一点 已经很有规模的机会最大呢? 当然如果你说 未来腾讯会继续做这个动作 甚至乎你也有提到两句 其他方面的企业 可能是阿里 会不会用腾讯这个方向 去派一些投资股权给大家 这个也是要看回 究竟是否会反垄断 正如刚才看 如果真的因为反垄断因素 因为国家监管的因素 而令他们要这样做呢? 是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这个我想刚才也有说到 就是要看看之后 究竟打后派那些的息 个人因素 是否这样的一个动机 还是派现金 这是第一点 而如果你说 当然了 从腾讯旗下持有的股权 其实真的数的股份 也有很多 我认为一半都应该全 全 全 港股 你计算一下都应该每个都有份 没错 美股也有一些也有份 所以 如果你要这样说 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减减的 所以 所以你看到昨天 都是有这个 就是大家 少点担心这个东西之際 你看到这些所谓持有的股份 其实其他部分都是 逆着市要跌的 所以我想大家都有 少少这些的忧虑 因为正如如果真的这样做 就等于刚才说的 跟京东的案子一样 就是会多一些税股 又会是股东基础下散了 这些又会有些同估 所以 暂时来计 可能短期这些股份 都会受到这些少少的阴霾 会有些影响 但是 如果刚才也有说到 另一个解释 如果从所谓的 腾讯自己说的 觉得京东的业务很成熟 可以很英俊 自己可以搞定 那些来计算 如果说其他这些股股 虽然有些是很大价 就是美团快手 这些股份都超级大价 对 但是以他们来说 盈利能力 有微信是很硬正的 所以这样说 不是说美团没有融资能力 美团绝对有融资能力 但是 未是太稳健的时间 我觉得又 如果从这个因素上 也未必那么快去住 所以我觉得 其他是不是 续续都会有这些举动 我想中长性 可能有这个机会 就是当成熟完之后 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短期 是不是等于今次做了 下一次半年 再下一次半年 每一次半年一派股 我不介意 他继续派股 也未必那么快 虽然有人想Cash 当然 整件事 我想要再给多一点时间看看 是